3月28日 有网友晒出德云社小字辈演员 参加新综艺的现场照片 看到三位脱去大褂 穿的帅气的西装 不少网友直呼 这是要直接出道吗 对于新综艺 喜剧大会也更加期待起来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郭老师这是一碗水端平啊 肖字科的演员的新综艺 刚刚播出 小字科的演员就参加了新综艺 就是不知道二哥去哪了 要不然三小就凑齐了 相信大家对于三位小字科的演员 也比较熟悉 虽然这几位是小字科的演员 在德云社备份最低 但来德云社的时间却不短了 舞台功底也非常的扎实 高小辈和侯小楼 都是阮云平的徒弟 目前在德云社一队发展 高小辈台风稳健 表演风格不急不躁 跟侯小楼一起搭档 也有了自己的舞台风格 在中规中矩的同时 总会有让人意外的惊喜 而上小菊是阅云鹏的徒弟 在德云二队演出 人称小怨云鹏 学习师傅怨云鹏的样子 也是微妙微笑 特别是跟师爷谢金一起 一个是德云社备份最大的演员 一个是德云社备份最低的演员 总能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除了综艺节目得到网友的关注外 网友们也非常关注德云三小的专场 特别是刚刚官宣的武汉专场 海报一晒出就引起许多网友的吐槽 不但高小辈和侯小楼的名字都搞错了 还把张九泰脸披的变形了 整体画风让人不忍之事 网友们也是直接爱的副总鸾云鹏 赶紧出来管管 虽然这次二哥刘晓婷没有参加 但网友们也非常期待 高小辈 侯小楼和尚小菊的表现 作为喜剧大会 不知道三人是说相声还是演小品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